受到了台风的影响 台铁重贯线还有北回线 虽然现在已经恢复通车 不过花莲重得到和人间 只能够以东正线来单线 双向通行 路线容量不足 台铁在今天宣布 从8月8号开始到8月29号 包括有6列次的对号车 4列次的区间快车 将会截短区间形式 包含南澳到花莲等区间停式 另外EMU3000型的电联车 有600辆新车 是在今天销车完毕 未来预期也可以提升 花东地区自强号运能的54%